一天屠龙记中金毛世王谢迅虽然得到了屠龙刀 但他始终不知道屠龙刀的秘密 都知道这两把神兵是郭靖和黄龙所留 而材质是来自于神雕大侠杨过的玄铁重剑 是当时最坚艳的神兵萧铁如泥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关于这两把神兵的那句广告词 然而到底屠龙刀凭什么能够成为五人至尊 又为何得到了屠龙刀就能号令天下 世人却全然不知道 关于屠龙刀和倚天剑的秘密 只有两个人知道 一个是郭破鲁一个是郭湘 郭破鲁一死 世间知道其中秘密的人就只剩下额眉一脉了 两把神兵中的秘密 除了其中的武功秘籍和兵法之外 就是要得到他们 需要两把神兵互看 周执若知道其中的秘密 所以他的计划非常明确 灵舌岛一行就是周执若最佳的时机 并实现了自己的计划 得到了兵器中的秘密 由此走向黑化 曾几个时大家都调侃着 如果当初秋楚姬不路过牛家村 发展到今天 中国将是最发达的国家 都怪秋楚姬你一臭道士 没事干嘛路过什么牛家村 如果周执若主动把神兵的秘密 告诉金毛师王 那么结局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预测看看 作为峨眉弟子的周执若 如果把神兵的秘密 告诉金毛师王 谢迅必然是会相信的 如果周执若告诉了金毛师王 他当然十分开心 更何况周执若还是儿媳妇 周执若如果把秘密 告诉金毛师王 两人一定会合作 将其中的秘密 打开 那么最大的受益者 当然还是张无忌 张无忌两套秘密 武功自然再次爬升 周执若也没有必要黑化 他可以名正言顺的 修炼其中的武功 将尤美发扬光大 至于金毛师王 也不会留下遗憾 这样的选择 才是会有最完美的结果 可惜没有如果天真无邪的 紫若妹妹渐行渐远 您认为金毛师王知道屠龙刀的秘密 结局会怎么样 欢迎留言互动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